第四个 如果你腰痛同时伴有会阴部 我们叫安躯 就是大小便周围这些皮肤一个麻木 或者是其他一些稍作感 或者是一些针刺痒的疼痛的话 这个要注意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腰痛 发病之后是一个持续性的进展 持续性的加重 这些需要注意 那么讲这个注意 应该是去一些正规的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检查 宋院长 你刚刚讲到一个年龄层 是25岁以下和55岁以上 为什么有这个年龄的区分 是要特别重视的呢 这个我刚才就讲了 这个腰痛病人的量非常大 在这里边大概有30% 40% 这样呢是因为这个猪肩盘突出造成的 还有一些其他病 那么这些病的耗发年龄呢 应该是这个20到40岁 这一阶段的青壮年 那么在这个青壮年两端的这些人群 如果出现了这个剧烈的腰痛 那么你就要小心 像青少年如果是腰痛 那么虽说这个十几岁也可以有猪肩盘突出症 但是毕竟非常少非常少 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些其他问题 包括这个结核 脊柱结核啊 还有一些这个脊柱的一个原发性肿瘤啊等等 这要引起重视 那么老年人呢超过55岁 那么很多呢合并有这个骨质疏松 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这个压缩性骨质 还有一个呢这个年龄大的呢 如果脊柱出现了一个病灶 尤其是破坏性病灶的话 那么首先呢也是考虑这个肿瘤 所以这个年龄过大或者过小 这种持续的逐渐加重的这种腰痛 应该因此这个高度的重视 腰痛实际上很常见 那么小小痛呢 或者偶然一次去看医生呢 好像小提奶做 那么到底痛多久才觉得 一定是需要去看看呢 这个时间 这个问题应该是根据这个 一个是根据个人的耐受力 有些呢他已经很痛了 但是他觉得没事 有些呢他就这个 痛一点 他就非常小心地就去看 那总的讲呢 像这个腰痛呢 它分为这个急性和慢性 那一般是以三个月为戒 那很多呢 如果是你这个 明知道有个外伤 好比这个刚才讲 这个搬这个桶装水 或者是甚至是抱小孩 有些把小孩抱起来 拉了一下 这个有个外伤史的 那么第二天 你出现了这个轻微的腰痛 这些呢我想应该你休息两三天就可以了 如果说三天一个星期还不好 而且是逐渐压重 那么就应该看 那如果老年人 有明显的这个外伤史 那应该急诊去看 而不是说再等一两天 我觉得说到老年人 我知道很多老人家 我不知道啊 黎师傅会不会这样 每逢翻风落雨 哎呀 真可憐了 好像准个天气预报 准个天气预报 自得天气预报 即刻就腰酸骨痛了 其实究竟是叫我们说的 风湿痛 还是另有原因的呢 它这个刮风下雨呢 它其实呢 是一个与这个气压有关 它气压了 然后影响这个组织 出现了这个疼痛 那么很多呢 这个像风湿性的 风湿性的关键炎 这些这一类的疾病 有时候与这个天气 是有关系的 嗯嗯嗯嗯 那有些我们 譬如好像起了身之后 觉得嘎嘎嘎嘎 那些骨好像在那儿 交响我那样响的 是吗 鱼鱼鱼鱼鱼 这些其实是很常见的 还是说都要重视的呢 这些呢 其实这个咔巴咔巴响 尤其是颈椎 就是一扭头 它咔巴咔巴响 这些很多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次呢 就去那些叫做按摩目触店 他都应该说 很多人觉得 哎呦响才有效 是啊 不响呢 要按摩师 弄到响为止 特别的按摩师会跟你说 哇 看你 咔的声响啊 真的有问题啊 其实是 即是 他们是夸张了 还是 正常现象 你好 是的 正常现象 还是真的有问题呢 如果会响的话 这个 它很多呢 是一种 这个心理作用 它这个韧带 如果是松弛的话 它就可以响 那么很多呢 是你不应该让它 以听到响 觉得它为 按摩的这个标准 同时呢 这里要告诉大家 尤其是颈椎 你不要 千万不要让它 给你搬到咔啪咔啪响 这些呢 我们是见过 很多这样的病人 会有什么 很严重的后果的 被搬摊掉 哎呀 搬得本身不遂 有时候 有时候 它抱着你的头 咔啪 要想一下 很多人是专门 要听这个响 对对 听不到就不算 整个走着听到很危险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看来不是凡凡腰痛 都可以去按摩的 最好弄清楚 自己的腰痛 是怎样一回事 接下来 又到了健康知识 考考你的环节 请问 怎样的腰痛是正常 可疑和很不正常呢 A.早晚不痛,半夜痛 B.早不痛,晚痛 C.晚不痛,早痛 B.不分早晚,日夜痛 最害怕的就是半夜痛那种 刚才说 半夜加重 A.应该选择A 对,半夜痛 A最… 不是,不分早晚痛就更惨 不是,B 早不痛,晚痛 夜晚痛才会 不分早晚痛,A.B.都差不多 只要半夜睡 总之痛就不好了 只要晚上或者半夜加重 都是很危险的 就很可疑 刚才沈院长说 因为那些可能是 分分钟可以是肿瘤的 反正A和B都不太好 A.A.是早晚不痛,半夜痛 那这个呢 是如果作为一个成人来说 如果是夜间 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 那么首先呢 应该是排除肿瘤 因为这个 椎间盘突出也好 这个慢性软组织 损伤也好 都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如果是夜间痛 这个首先 应该排除脊柱肿瘤 那么B呢 早不痛,晚痛 这个晚痛指的是 一天下午,傍晚的意思 那么应该 最常见于这个 腰椎间盘突出症 或者是一个椎管狭窄 或者腰椎不稳 这些脊柱的疾病 因为人呢 他站立位一天之后 整个这个重量 会压在这个腰椎上 所以呢 会加重这个病变 所以他这个下午啊 傍晚的时候这个痛呢 应该是重于这个早上 那么C呢 是晚不痛,早痛 正好翻过来 这些呢 最常见于这个 腰肌老损 或者是肌筋膜炎 那么这些病人呢 他一晚上这个 代谢的产物 聚集在这个脊柱周围 那么早上呢 必须他活动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代谢产物 这个吸湿了 这样呢 他这个症状呢 才能缓解 那最后一个是D 他不分这个早晚 没有一个规律的这种疼痛 这些呢 是建议其他一些病变 像这个女同志 首先要排除一下 这个妇科疾病 盆腔炎 那么还有一些呢 泌尿系的疾病 也可以 还有一些其他这个 喷腔啊 或者是腰椎周围一些疾病 总而言之 如果是没有一个规律的疼痛 更需要进一步检查 就是没有一种痛是正常的 痛就不正常 但是呢 从他痛的时间段的区分 大家大概可以知道自己是哪种痛 我觉得这个讯息真的很有效 大家学一学吧 是的 我刚刚听到 院长讲到一件事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我们经常都讲腰椎间盘突出 是 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发病原理呢 究竟我们经常提到的 腰椎间盘突出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们又有什么方法 来缓解这种疼痛呢 广告回来 沈院长教你如何应对 不同疾病引起的腰痛 还有哪些方法 可以预防脊柱肿瘤的发生 内容精彩 不要走开 随便同性两心飞扬 是实力派就要做到更好 长时间排练就要长效无舍保护 新登场海飞思 开思实力派 不但有后去舍 更形成长效保护层 让你持久无舍保护 忘记投思烦恼 我可以为粉丝做到更好 我可以为粉丝做到更好 海飞思许实力派 由你领头 正货先有真效果 选择迎准小立标 附书娘 新时代被过敏方案 缓解被捕过敏症状 一日一次长达24小时持续日后 在你书唱一整天 远离被过敏困扰 附书娘 新避浪洗衣液 连干涸七天的丸子都能洗尽 没错 它的创新性SMS配方 新分解再融出七天丸子 五字没了 颜色也没掉 由不得我不信 避浪那样 这间盘是连接直柱 中间的一个组织 它的功能有很多 首先它是一个减震的作用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 那么第二呢 它是一个连接作用 那么第三呢 它是维持一个脊柱的高度 像我们正常这么高 为啥老了之后越来越矮 其实是椎间盘的一个蜕变 那么椎间盘呢 它随着年龄的增加 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那么很多人就发现 人三十岁之后 它就会有椎间盘 逐步的水分减少 一个弹性降低 那么椎间盘中间呢 是一个随和 那我们椎间盘的周围呢 是一个纤维环 那么随着这个年龄增加 蜕变增加呢 如果有一个外力的话 好比抬东西啊 搬东西啊 一挤 那么椎间盘这个随和呢 可能就是突破了 这个纤维环的包扰 就突在这个神经周围 如果压到神经了 那就是椎间盘突出症 如果压不到神经 好比这个椎间盘如果突是往前突了 它突再大 就不会有临床表现 那么它只能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 很多人都会有腰椎间盘突出 但是呢 这个只有少部分病人压到神经了 它才叫椎间盘突出症 如果真的这么不幸 压倒神经出现了这个症状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那么椎间盘突出症呢 是一个常见病 它呢 这个全世界的范围统计呢 大概85% 甚至多一点 这样的病人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吃药 休息 牵引 理疗 这个增加腰机的锻炼 而可以得到治愈 那么有10%到15的病人 经过这个正规的保守治疗 不好的话 那还是要考虑手术 我一提到手术 可能很多的特别是老人家就说 别弄了 肯定腰骨痛而已 对了 其实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呢 就是做这个手术 还有老人家想知道 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又会复发 而且说真的很避免冻大阵 那条东西不能冻的 那么手术呢 它的总体疗效 应该也是大概85%到90% 像如果去这些大的医院 那么技术好的 我们感觉像我们医院 应该是95 还要再高一点 这个病人满意度 就是说他做完手术之后 不是说他能100% 把所有的症状都缓解 但是呢 做完之后 明显减轻 病人感到满意的 应该来说在95%左右 去大医院 那么这个手术呢 如果是病人这个 比较年轻 突出的比较靠边的话 可以经过微创的治疗 那么很小一个切口 但是微创也是手术 微创千万不要把它误以为 它不是手术 它其实也是手术 这些微创不微创 打钉不打钉 一定要是看医生 通过检查 这个突出的类型 突出的部位 另外一个 看你这个脊柱呢 做完手术之后 稳不稳定来决定 而不是说这个 所有的病人都去微创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刚刚说的就是腰椎肩盘突出 很常见 另外有一件事 我想都困扰着 很多的中老年人 特别是我旁边家的阿姨 她就说自己有骨刺 生骨刺 生骨刺 究竟是什么回事 为什么骨都会生骨刺出来的呢 这个骨刺呢 是一种形象的描述 其实呢 它是一个骨的增生 那么就拿脊柱来讲 如果脊尖盘蜕变了 那么脊尖盘的作用呢 其中一个是 它是一个连接作用 稳定脊柱 那么椎肩盘蜕变之后呢 脊柱不稳定 那么人呢 它有一个 这个先应的 这个反应 那就是增加这个椎体 脊柱的接触面积 那怎么增加接触面积呢 就是 增生 骨质的增生 那有些呢 增生呢 是一个块状 有些呢 增生呢 是一个刺状 所以呢 我们这个老百姓 通常讲骨刺 那么绝大部分的骨刺呢 是不会引起症状 如果这个骨刺呢 压到神经了 那么这个骨刺就一定要处理 腰间盘突出症 是中老年人常见疾病 大部分的患者 可以通过 食药 休息 牵引 理疗等方式得到治愈 而严重的患者呢 就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且术后症状会明显减轻 那如果脊柱患的 不是椎间盘突出症 而是肿瘤的话 又有些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接着来就是健康知识考考你了 以下哪些方法 可以保护我们的脊柱 预防脊柱肿瘤的发生呢 A.刮沙 B.用热水淋腰背 C.避免外伤 D.食动物骨髓 E.多吃海大 F.饮肉骨茶 C.肯定一定避免外伤 F.不是 未必 F.有骨胶原蛋白 有骨胶原蛋白 可以强壮骨格 肉骨茶 E.已经保护 对 对 但你用热水淋腰背是很舒服的 舒服而已 我觉得仅仅是舒服 舒服的 不属于 对 可能我看应该是C.D.E.F. A.你不选 A.刮沙应该不是 辨人中医 是清热 是清热 去火 应该和赤柱的关系不大 好 我来马文审演长 A.刮沙应该按中医的理论 应该是调理人体 应该是有用的 热水淋腰背 它其实是一个理疗的作用 热水包括蒸汽 它是一个理疗的作用 应该来说 你疲劳了 或者有肌肉的脑损 那么理疗是肯定有效的 可能它只是仅限于 你肌肉的酸痛 对于骨骼 其实的作用又不太大 或者加上血液循环 对 避免外伤 这是肯定的 至于说其他 这些都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那么如果是颈椎腰椎 有这个蜕变的话 在生活当中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颈椎的话 首先你这个枕头是非常重要 我们平时讲高枕无忧 其实是错的 应该自己搞个小枕头 放在颈后 保持颈椎后深 这是很多手麻 一个颈部疼痛 那么换了这个枕头之后 它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你的意思是说 反而不要睡高的枕头 高枕肯定是不好的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无论是颈椎还是腰椎 最好的运动就是游泳 那么 最推荐的就是挖泳 挖泳呢 它要抬头 其实给你那个 这个枕头 道理是一样的 你枕头也是让它后痒 那么挖泳呢 你这个头也要抬 是吧 还有一个腰部肌肉 颈部肌肉的一个锻炼 很多病人经过这个 如果是连续这种游泳 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那院长我想问一下 就那个 您刚才说的这枕头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个床垫 一般我们老师听那个 有人介绍 就是睡那个木板 但是木板又很难睡得舒服 这个呢 我们也不推荐说 像苦行僧一样 非要睡那个 硬的木板 那谁瘦得了 那么我们建议这个 你这个垫子也不要过于软 就是10度就行了 没有强调 你一定要睡木板 当然除非有些这个 其他一些病 像强制性脊柱炎 有些那个早期的病人 还是推荐病人的这个 这个床垫尽量薄一些 然后睡觉呢 平躺 不要这个弯着腰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很久 因为呢 很多个女性都知道 如果我们坐 尤其是穿裙的时候 要坐得腰牙好看 是这样坐的 就是翘脚的 但是就有中医说 其实这样坐的时间 你两个盆骨是 不水平的位置 那么你这时的脊柱 就不是直的 是弯了的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 就会穿住的 这样子 就应该这样的 每个阶段都这么坐的 是这样的优雅 我很想问一下院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呢 这种坐姿对脊柱是有影响的 但是呢 这个单纯的这种坐姿 你坐一次两次 我想它是不会引起脊柱的侧腕 不不不 但是它现在不是坐一次两次的问题 是长期 你想想王芳可能做个节目 一直这样 两三个钟 我终于保持你 任何一种姿势长 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今天这个腿再上 明天那个腿再上 那么对 就是两边换一步 对对于脊柱来说 它是一个左右的平衡 它只要平衡就可以了 好, 刚刚学到很多东西 说了如何选择枕头 哪种运动是最适合的 还有… 坐姿的问题 对, 坐姿的问题 也是非常实用的 好,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 健康大人看看问题 看看这位朋友遇到什么问题 洪哥是一位专职司机 平时经常在路上开车 回到家就会觉得腰背痛 你最近做什么? 最近多个月都是这样 你先做什么? 来, 你先伸不住脚吧 跪死这么疼 平衣一开始帮他用药酒搓背 但也缓解不了疼痛 洪哥休息的时候 甚至痛得晚上睡不着 以后只要腰背痛 就会用止痛药来止痛 来, 喝一口水 Fanah 是 为什么腰骨又是痛的? 是 不是, 我今天走过那边 转弯位那边 有一个保健按摩中心 专治治疗脊柱的疾病 你去那边试试吧 试什么呀, 试 转半度, 我转回家去休息吧 不是, 你让他摸摸脚柱 让他顺着, 你就舒服了 我说不去吧 去试试吧 不… 请问洪哥的腰背痛 去做脊柱护理可不可行呢 像司机这种腰痛 其实是一个职业病 可以问一下司机朋友 大部分病人 大部分司机朋友都会有这个 因为我刚才讲了 坐那里对腰椎 它的压力影响是最大的 还不如站在那里 所以他一天坐在那里 对腰椎的刺激是很大的 所以他下班之后会出现这种疼痛 那么出现疼痛之后 如果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想也不是说马上你就要看医生了 你可以理疗一下 或者说手法好的这个按摩师 给你轻轻地送一下 或者蒸一下蒸气 都有好处 那么刚才您讲吃这个止痛药 确切一点讲 我们不建议吃止痛药 应该是消炎止痛 首先是消炎 因为它这个痛 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炎症 无菌性的炎症引起的 你单纯的止痛 有时候是治不了 那么应该是消炎止痛药 这是有一大类的 大部分都可以 那么经过几天的治疗 或者是两三个星期治疗 效果不好 那么我们建议应该去医院检查 讲到驾车这个问题 我也是也都想问一下沈院长 很多人就说 如果你想腰舒服 驾车的时候就找一个薄薄的腰墊 墊在后边 但是也都有专家说 这样其实是不安全 第一就是可能你反应的时间要长 第二,当发生碰撞的时候 因为座椅的设计 是紧贴你的颈和腰 是保护你的 如果你加了腰墊 如果有什么意外的时候 就容易受伤的机率大 所以我们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开车的时候 腰不是那么累而又安全的呢 究竟用电背的方法 可不可以缓解 因为驾车时间长而导致的腰痛呢 哪些脊柱护理方法 对狗座导致的腰痛有帮助呢 下一节回来 沈院长继续教大家 应对非常腰痛 内容精彩 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 受损受法 现在有如重生 新生级欧莱雅多效修复 未交完精华 击退五大受损 收发有如重生 五大受损 一个对策 新生级欧莱雅多效修复 主层击破 驱斑 颈肤 未来 医学美肤驱斑 抑力多 令腰道更有活力 没错 我们很强热 乳酸菌 乳酸菌 长度健康 抑力多菌 抑力多菌 战胜为宣 活着刀达长度 活着刀达长度 获得保健食品批号 获得保健食品批号 战胜 关于长度就救命我了 医力多菌 活着刀达长度 你今天喝酒了吗 我是氧害菌 未知相信 每位女士都应该拥有 自己的理想肌腹 马上就实验 全新未知理想新肌精华 创新复合因子 深入激活肌肤自身生活力 对抗内外环境影响 身心换眼 进院细腻油滑 润泽透亮 浑静肤色 我终于拥有理想新肌 全新未知理想新肌精华 利临尊贵 即向多重好礼 美肌 逐层击破 屈斑 颈肤 美来 医学美肤 屈斑 新冰浪洗衣液 连干涸七天的丸子 都能洗净 没错 它的创新性 SMS配方 新分解 再融出七天丸子 五字 没了 颜色 也没掉 由不得我不信 冰浪 亮洁如新 我要肌肤摆脱年龄 如同年轻十岁 奇迹来自 新奥利大小红瓶奇迹组合 滴滴心头 激活肌肤细胞 变为Supercell元气细胞 提升肌肤能量 补充蛋力 细活紧致 世民渐退 如同年轻十岁 有美丽奇迹发生 新奥利大小红瓶奇迹组合 奥利最美的你 竹层击破 驱斑 颈肤 美来 医学美肤驱斑 一常食物含有大量糖分 蛀牙威胁 无处不在 佳蟹市新装升级 防珠收护 三重防珠 帮助抵抗糖分 和宣性侵害 防珠又坚固 佳蟹市防珠收护 新装升级 好奇子尿库 是我约会的法宝 妈咪送给你 好奇金装子尿库 怎样动都舒服 新添好奇银装 360度干爽 阳光小屁屁 好奇银装 作为骨客来讲 如果是出现了腰痛 开车时间长 不舒服 我们建议最好是带个腰围 现在这个腰围 很多是透气的 也很舒服 不影响你的驾驶 这个方法太好了 对 你不驾驶了 你就把它松掉 这带多个 是腰风 那是不是普通的药 怎么买的 怎么买的都可以的呢 对 它这个腰围是很多种 那么有些专业的 有些设计的 也有进口的国产 价格也都不一样 最好是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个 而且适合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些 我们刚刚在片中看到了 院长亦给了一件事 洪哥 除了要吃止痛药 其实还要配合消炎药 才会碰到的 最重要还是要弄清什么原因痛 对不对 不然自己乱吃药 乱按摩 都弄不清原因 很容易加重病症 是的 为了弄清原因 洪哥终于决定去医院 看一看他的腰 但想不到一到医院 吓到他一跳 究竟是什么回事 洪哥的腰痛越来越厉害 严重时, 坐立不安 无论坐在这里还是站在这里 都会觉得腰背痛得很厉害 你痛什么? 你怎么知道? 是吗? 很痛吗? 还很痛吗? 是 要跟你看医生才行 是 终于在太太的陪同下 去医院看骨科 很害怕 你先坐一下… 你那个是什么样子? 一天都咬腰骨痛 那就要注意一下 我这个也是这样 他现在肺癌 转移到脊椎 你看看 我现在很烦 看又这样, 不看又这样 我现在放弃了 医生就跟他出去旅游玩一下 请问, 因肺癌而转移的脊柱腫瘤 应不应该放弃治疗呢?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碰到的脊柱腫瘤 大部分病人都有误诊的过程 因为这个腰痛 包括背痛 很多病人都想到是一个腰阶脑损 或者是椎间盘突出 他很少去想到这个脊柱的肿瘤 那么很多呢 有些是失去了这个早期治疗的机会 所以为啥这个 如果是痛得持续加重 或者是这个年龄大一些 那么首先呢 你要去明确诊断 通过什么方法来诊断是脊柱腫瘤呢? 那这些应该找到这个专业的脊柱外科医生 可以通过这个CT或者是磁宫症 这个基本上都可以确诊 那么另外一个话题 您讲这个 如果是出现了这个脊柱腫瘤 甚至肺癌 骨的转移 应该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观念 一个改变的过程 在十几年前 那么如果是肺癌 肾癌 甲状腺癌 乳腺癌等等 如果出现了骨的转移 那么它就是预示着病人是个晚期 那么呢 大部分都放弃治疗了 就像刚才那个片子上看的那样 让他吃好一点了 旅游啊等等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那么很多这些技术转移进肿瘤 甚至原发的肿瘤 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所以呢 这些病人呢 不应该放弃 那有一个问题 可能是 可能很多人想问 其实怎么样才可以预防到 会生肿瘤呢 在这条脊柱里 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说 脊柱会生肿瘤 确切一点讲 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 证明你这个生活习惯 跟你技术肿瘤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么脊柱肿瘤呢 90% 都是来源于其他地方的 原发性的癌症 转移来的 那么大概10% 20这样左右呢 是一个原发的 那么转移呢 它可以来于肺 也可以来于肝 刚才我讲 甲状腺乳腺肾 都可以来 那么这些呢 与你这个饮食习惯呢 是 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是 就是发生这个 脊柱肿瘤的话呢 如果是 一定要化疗 但是又忍受不到 化疗的一个 副作用的话 是 怎么办呢 这些如果是出现了 脊柱肿瘤 那么首先要做的 不是化疗 也不是放疗 也不是手术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呢 是这个活检 如果病人情况允许 没有出现一个 急性的 这个结痰 脊髓的压迫 那么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做个 病理诊断 首先要明确这个 肿瘤的细胞来源 才能确定 是不是可以化疗 是不是可以放疗 是不是要马上手术 不是所有的病人 都可以化疗 也不是所有的病人 都手掌放疗 是不同的细胞类型 采取不同的方式 肿瘤 大家都是一种 很可怕的疾病 是吧 那么 在临床上 骨肿瘤 大家听起来 的确很可怕 因为骨头 你不能说斩了它 是吧 再切放下去 那么我们有什么 有效的办法 来医治这种骨 里面的肿瘤呢 脊柱肿瘤 它治疗上是 比较难的 它难在哪里 就刚才像您讲的 它不像四肢肿瘤 可以把它斩掉 可以截掉 那么脊柱 它中间是神经 你斩它就会摊掉 前面是大血管 你碰到会出现生命危险 所以脊柱肿瘤 这个手术 难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作为这个 脊柱外科医生来讲 那么出现了这个脊柱转移 它做手术的目的 首先是这个 解除神经的压迫 往往这些病人呢 会出现一个 瘫痪 进行性的 这个下肢的瘫痪 大小便功能障碍 或者是这个 出现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呢 是固定 你要把这个 塌陷的 已经不稳定的脊柱 给它固定好 这些呢 是一个 我们手术呢 一个 一个主要目的 当然了 首先你要把肿瘤 给它切掉 最好是一个 完整的切掉 这样呢 就可以这个 最大限度的 减少 这个肿瘤的 局部复发 现在呢 我们这个 这个已经有这种 所谓的 unblock技术 就是可以把肿瘤 完整的 从正常的边界 把它切掉 嗯 好了 听了沈院长介绍之后 我突然间觉得 平时我们都认为 腰背痛 很常见的事 很小而方 但原来发现 原来你腰背痛 可能都会和肿瘤 是扯上关系的 所以绝对是 不能够忽视的 好了 在节目的尾声 我们今天来到 我们现场的黎教练 也有一套 帮我们护腰的泳春拳 是教给大家的 张晓晓晓晓 黎教练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黎晓泳春拳的一种功法 是预防闪腰 是比较有效的 方法就很简单 首先脚 脚跟肩部 一样这么宽 第一个动作叫做 就是腰侧的拉伸 下面做 先把两只手 向上抬 抬到与肩平衡 然后 将身体向左边弯 弯的同时 一边就上边的手臂 就贴近右耳 这只手 就贴近 左边的大腿 一直弯弯到盡头的时候 你只要默念 我要身体好 大概念 三句到五句 下面最关键是怎样呢 就要拉 这只手向前拉 这只手向前拉 一路弯 好了 然后读完那几句 就转回身体 呼吐回原来 放低它 下面就再做一遍 叫做先完整 下面又跟刚才一样 两个手提高它 弯下来 又是念 我要身体好 三到五句 手向上伸 一手向前拉 然后 呼吐回港 再放回来 第二个呢 就是转腰 用腰的拉伸 两个手 第二个 又跟肩平 然后再 空拳 转身 尽量转到 看到脚后跟 然后呢 这只手摸到后面 那个叫做大椎圆 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大椎圆 摸到最突起 那条骨 然后用手 就在腰 腰就叫做大脈 你要转 这样转 这样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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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转 好啊 那转多少下呢 转刚才那样 又是 念口诀 我要身体好 我要身体好 念三句 画到五句 那或者你觉得 哎呀不是哦 我这里累哦 你就可以捉这里 一路一路这样做 好 那做完这一遍 那一手 又过来 就做这一遍 这只手呢 就尽量向前伸 那你做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 就不要拉伸 那么紧要 你微微能够做多就可以了 不要半面拉 因为你平时没有做过动作 但是一间做动作过度呢 还变成我教坏你了 所以要循序漸进 好啊 然后 用两个手 尽向上揪 这样揪 这样揪 揪了十五次 到三十次 这个呢 不但呢 就医治 腰 还有可以医治 肩周炎 希望大家喜欢 是 那看完今期的健康百分呢 我们知道腰痛呢 虽然不是大病 对吧 痛起来也很耳朵 那关键呢 还是要我们搞清楚原因 不要放过重大疾病的隐患 这样我们才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没错了 腰痛好像很平常 但是我们要慎防 非常地腰痛 如果大家想重溫 我们今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可以上到我们的广视网 三个W.GZTV.com 来点击收睇 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繽纷 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A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